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波罗上传给大家制作的视频 今天波罗上传给大家更新的呢 是奥特曼怪兽对决染胶系列的 五六托拉曼盖亚至高形态 以及这个最后两话所登场的小兵怪兽 就是量产型的怪兽吧 这只破破茧什么天虫吧 天魔 嗯好像是的 如果名字不对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标题 因为等一下可能会上网查一下 这一款呢 也是接着之前更新的 给大家做一个视频 盖亚的好机友阿古如 我已经拿出来了 虽然是V1形态 因为V2的对决染胶 我好像至今还没有看过退出啊 所以只能拿出AV 也都是一样的嘛 然后这是第三款 之前又给大家更新过两盒 迪迦和初代 然后现在就是拍摄剩下的三盒 尽量在周末给大家做一个更新 盒子的峰会呢 依旧是皮套啊 这个皮套真的非常帅 鲁斯拉曼盖亚 上面呢是简单的介绍 第49话登场 天使降临啊 这是我们左阁登场的那一话 背后是一些简单介绍 这个盖亚至高 其实我有给大家做过更新 是2002年那一款 对战欧部猛死亡的对决 也是时隔很久啊 然后我们现在进行个不废话 先来拆盒 这个还是从顶上开始拆 但是这个盒子我想把它给保全一点 撕的比较残忍 好拆开了 反正是个对决 每次拆盒 都喜欢把它给拆的比较工整一点 因为毕竟收藏用嘛 而且 全新的东西我也不想把它给搞得多么烂 好 打开之后可以发现 里面是两个透明的包装 分别装着我们的盖亚和怪兽 我们拿出来 分别是